第二十题 鲁夫发现烤鱼时 如果用铜签把鱼串起来 则只要十分钟就可以把鱼烤熟了 这是热精油哪一种途径 快速传播的结果呢 我们晓得 只要东西互相接触 就会有所谓的传导 而金属是热的量导体 所以当铜签把鱼串起来的时候 铜因为很容易导热 就把热传到鱼的身上 于是鱼就很容易就烤熟了 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这是热精油哪一种途径 快速传播的结果呢 我们答案选的是A 传导